各位晚安 欢迎收看2100整点新闻 我是黄玉兰 新闻首先带你来关心 新北市长侯友宜确定出战2024 提名后她的第一个行程 来参加锦衣销千人宴 是被大家抢着握手合照 而对于未来选战的主轴 侯友宜今天表示 是和平繁荣清廉 要让两岸和平人民安心 而外界关注的副手人选 被点名的台中市长 卢寿彦则巧妙地表示 妈妈会留在家里 侯友宜确定出战2024 高喊政党轮替救台湾 提名后第一场大型活动 出席警戒千人宴 全场景消抢握手丸子拍 就像看到明星一样超级嗨 谢谢大家 侯友宜就为选总统 传出最快9月请假 还要把自己薪水捐出来 侯友宜说他要这样做 我对国家社会的使命 当然会坚持我自己 还会坚得更多 外界好奇高喊要政党轮替的侯友宜 到底要选谁当副手一起救国家 有人点名台中市长卢秀燕 跟侯友宜一起侯儒配 谢谢大家 称呼呼为妈妈市长 妈妈会留在家里 侯友宜提名的第一个周末 520将跟县市长以及立委 在党部展现团结力 民众期待未来执政者 能反贪腐反战争 侯友宜执政后 两岸能不能更和平 国防部老部长冯世宽这么看 这个我都不敢讲 但是我却希望国民党加油 和平 繁荣 青年 其实我一直在强调 我们社会要公平 两岸要和平 人民要安心 随选战号角响起 百姓也期盼 高喊政党轮替为目标的侯友宜 能成为一股清流 跨越浊水溪 创造奇迹救台湾 记者黄明君李玄台北